存在不知对错 萨古鲁为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来阐明生命中并非对错 存在的美丽在于做适当的事 而不是依赖道德和伦理 萨古鲁说 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皮尸奴的两个妻子 幸运女神Lakshmi和厄运女神Alaxmi 她们俩都认为自己是最美丽的女人 有一天她们问皮尸奴 我们俩谁最漂亮 皮尸奴对Lakshmi说 当你来的时候你是最漂亮的 又对Alaxmi说 当你走的时候你是最漂亮的 好运来了厄运走了 这时候她们是最漂亮的 不是吗 这是聪明的回答 那正确的回答是什么呢 谁是真的漂亮 这不只是关乎一个女人的美丽 世间一切存在都一样 没有正确的答案 只有适当的答案 生命不在于正确性 生命在于适当性 什么是正确的事 没有正确的事 只有当你做合适的事时 你才能触及生命 如果你一直做正确的事 你会成为一个彻底的傻瓜 如果一个人寻找生命的正确性 他会变得贫瘠和空洞 生命的本质在于它的适当性 如果你正在寻找生命的正确性 你可能会成为所谓的好人 自认为是好人的人 他们有道德 有价值观和伦理观 他们坚守着这种对与错 这种道德理念和价值体系 因为这些给了他们一种虚假的优越感 自认为是好人的人 总是俯视这个世界 这样的方式 一定会让你错过这个世界 当你高高在上往下看的时候 即便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也不会好看 因为你总是向下看 一切看起来都是丑陋而黑暗 除非下面的人都是秃头闪闪发光 好人无处不在 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 自己的原则 他们非常有道德伦理 但是他们可能在这里活了数年 而完全没有被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触及到 不管你做什么 他们都在自己的好中不被触碰 他们怀着好人上天堂的希望而活着 所有那些你用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去努力做的事情 都是在把生命简单化 在一个地方找到某种秩序 在那里 你不能明白什么是开始 什么是结束 生命的过程看起来如此杂乱 让你无法忍受 所以你想通过建立起你自己的原则 你的道德观 你的伦理观 来形成一些愚蠢的秩序感 如果你把你自己那些愚蠢的秩序感 带入生命 那么你会完全措施 存在中美妙的安排 不需要你来让一切紧紧有条 存在本身就处在完美的秩序中 这些愚蠢的秩序感 这些愚蠢的秩序感